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跟大家講講什麼呢? 主要想講講中國習近平主席 到訪沙特阿拉伯 大家可能有些事情很開心 看到這個非常高規格的接待 但可能有人覺得 為何最重要的是人民幣即石油 或者叫石油人民幣 沒有公佈 沒有說這件事 其實這個值得跟大家講一講 然後我想提一提大家想避免什麼呢? 這件事避免的東西是對的 我們由頭講起 好嗎? 首先高規格接待 大家看到了 我也免得講這麼多 其實大家有很多小道 其中一件事說到有趣的地方是 沙特阿拉伯王柱 看到拜登碰拳 看到習近平握手 看到拜登目光如嬰 看著他捧拳 但他的樣子沒有親切感 但看到習近平握手緊握上雙手 雙眼基本上是親切溫和 這些大家看到的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是說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大家坐在那裡的時候 跟拜登的時候穿一雙糧鞋 但看到習近平的時候 穿一雙皮鞋 穿拖鞋 大家有所不知 阿拉伯國家穿拖鞋 即所謂拖鞋 基本上已經足夠禮儀 不需要說要穿皮鞋才行 不過你穿皮鞋 就更高層次 那是否對拜登的羞辱 我穿拖鞋見你 不是 但是對習近平穿上雙皮鞋 但是低肘 因為阿拉伯人不相信穿鞋要高肘 為什麼不穿高肘 因為先知告訴大家 穿高肘做什麼 扮高 這些事情 所以是低肘的皮鞋 當然是好東西 當然不用說 這就是大家來聽聽 小知識 當然大家 如果去到沙地阿拉伯 有日現在慢慢慢慢 中國人可能會開放 盡量多去沙地阿拉伯 去海灣國家旅遊 剛剛記住了一件事 不過中國人是不流行的 最忌諱是什麼呢 就是讓鞋底人看 如果你坐在那裡 讓他的腳 讓鞋底人看 這個是極之不禮貌 一定是打得大膠 所以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這樣說 鞋底好 腳底好 都不要讓人看到 這個是重要的事情 今天說回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這個石油人民幣 沒有說呢 其實不是沒有說 在幾千字的發言裡面 就是習近平提了二十九個字 二十九個字 所以我讀讀給大家聽 你就知道其實是有說的 他說的時候 前文後理就說 未來三至五年 中國和海峽會國家 會合力 即是重點作出努力 包括什麼呢 擴建能源立體合作格局 持續大量進口原油 擴大進口 液化天然氣 加強遊戲上游開發工程服務 儲運連化合作 這裡其實說得很清楚 這堆事 之前是誰都做了 美國 to a lesser extent 少些 英國 全部都做了 現在他說什麼 進口原油 當然中國是大嚇仔 這個不用說 美國已經自己都輸出石油 即是跟你爭 就說什麼 沒得爭 但是 加強遊戲上游開發 即是換句話說 現在不一定要靠美國 英國的技術 中國技術都可以做 多不多生意做 多 工程服務 那些contract 負責維修 做這些造路 建造那些東西 誰做 中國 儲運連化合作 你那些油生 蒸了出來 就馬上泵走 不是的 要煉的 煉油 這些又要哪裏做 中國 我們不要以為 什麼都你做了 以前是美國 英國那些 佔了絕大部分 現在我拿你一半 不要說我全都拿 你告訴我 你是否做多了很多生意 這是很重要的 接著 我就說說石油人民幣 說什麼呢 習近平的說法就是 29個字 充分利用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平台 不只是做一件事 我們有個交易所 就用這件事做 這才是行狗的事 開展游戲 貿易人民幣結算 開展石油天然氣 貿易人民幣結算 開展 即是做 但是沙特阿拉伯 沒有再提 人家問 這是不是人民幣 沙特阿拉伯 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回答 習近平說了 如果沙特阿拉伯 或者油祖國家 不是決定大家這樣做 就不可以說得出來 說得出來就是做 但是為什麼 幾個阿拉伯國家 包括沙特在內 沒有特別說 避免刺激美國 中國有個說話很對 叫做迫虎跳牆 你千萬不要趕狗入窮巷 趕狗入窮巷 就貶老虎跳牆 大件事 對中國有沒有影響 可能沒有影響 因為你大 但是沙特阿拉伯 在中東 美國佬有駐軍 會不會搞事 這些阿拉伯國家的軍隊 是由誰訓練的 美國訓練 會不會搞你 這個就是你不可不防 如果你說不會 他怎會搞你 他需要你們 大家合作 愛的反面就是恨 你記不記得 有個國家叫伊朗 以前最跟美國說的 就是放了個皇帝上去 這個鳳凰皇朝 皇帝上去 終於說要搞民主 又要搞什麼 又要搞什麼 終於搬回阿拉伯拉康曼尼 就搬回波斯 搬回伊朗 搞壞自己 代表什麼 美國不是沒有做過 美國會不會逐個國家搞 你和中國好 你和我不合 生意給了中國 我來撩你 我搞你 我製造 顏色革命也好 什麼什麼 軍事政變也好 會不會 沒有人敢包 所以你看到 沙特阿拉伯 是沒有出聲 只是低調處理 但是中國習近平說得一句 開展遊戲 貿易人民幣結算 就是做 多快多慢 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記住一件事 中國和美國在貿易上 經濟上 是追求什麼 國有千秋 你那麼高 我那麼大 不是說你死了 我要獨佔市場世界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只可以任何一件事 就慢慢做 是 美國現在擺到明 就是調戲不順 我要爭取這件 爭取那件 拿製造業回來 晶片又要搶回來 這件事 這也是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是美國 你是美國 你要決定國策 你走錯路 你走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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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不影響到中國 影響不到 你只可以加大自己 你阻折不到中國的崛起 但是你可能 要你自己身邊的馬仔 個個奉獻給你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你獨大之下 你自己的馬仔國家 就是聽你怎樣的 歐盟 日本 南韓 台灣 這些地方 是不是會受損 老實講 美國是 doesn't care 最重要是他自己 你們死你們戰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如果你看長線 美國的勢 真的看未來的十年 製造業 是否能拿回來 跟中國有否能 fight 之下 歐盟又怎樣保住自己 中東又怎樣保住自己 跟中國 亞洲地方 或者日本 南韓 又會不會跟中國 加強了合作 而抗衡美國在他自己 在國家裡面搶掠 會不會做這件事 只有時間才告訴我 即是時間才告訴我 我現在想我的話題轉一轉 我真的想說一說給你聽 其實世界上 其實沒有什麼例子 一個最強最強的國家 其實打一兩場仗就可以散了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打了這麼多仗 你可以說 除了越南 除了韓戰 其他他都會贏 不是阿富汗贏不贏 但你都很傷 但是 大家要知道 美國都可能知道 跟中國是不可以戰爭 是你講話 台海大家搞什麼搞什麼 我覺得都是講的 我想講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一個國家 即是得天獨厚 獨霸世界 可以在短短一百年之內 是落得多厲害 這是什麼國家 英國時也 考慮一下 英國十八十九世紀 一直順風順水 都到二十世紀 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次大家說法 是sleep walk into a world war 即是夢遊打進去 很簡單 為什麼會打 其實是很小事 一個塞爾維亞恐怖分子 開槍打死了 一個奧地利的王柱 接著你幫他他幫他 你幫他他幫他 大家打了上來 澳大利是德國幫手 俄國說要幫拖 就幫SERBIA 然後法國和英國又加起來 打上來 之前 1914年之前 英國是多厲害 全球出口的生產 是佔了27% 全球27% 貿易是GDP 54% 即是代表什麼 你全部都是做生意 錢賺回來 不是靠自己做超級市場 那些是沒有水的 即是糖水滾糖魚 德國40% 美國多少 10% 打完第一場仗 傷完之後 21年之後 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 德國 不打不行 打完之後 整個國家都散散 為什麼散散 是最強的海軍 然後 跟著 所有殖民地 印度 非洲 那些地方 全部的原料 資源 其他東西 全部都運到英國 英國加工之後 賣出去外面 有什麼辦法 它不賺大錢 它很強 一個幾千萬人的賭國 為什麼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大 就是因為有貿易 這是貿易 記住一樣 不僅是貿易 還是生產力 製造力非常強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完了之後 製造大國 去了哪裏 去了美國 美國做什麼 美國扶植日本 扶植德國 很多錢都不用它還 或者攤牆還 英國反而要還水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德國好法國好 甚至日本好 經濟起飛 英國也是慢慢地 很慢地上 這證明了一件事 在現時的世界 任你幾強也好 打完一場大仗 大的仗 當然不是欺負 即是現在黑那些 你說和中國打一場仗 其實都是大家都死了 當然中國要做什麼 中國一定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證實給美國看 就像俄國那樣 就是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保證互相毀滅 你去到這一點 沒有人敢打你 北韓說這件事 北韓說 我要做世界最強的核子國家 為什麼 他怕美國打倒他 怕南韓打倒他 所以就要做這件事 如果你看中國 跟著未來 有些說法 我們有幾百枚核彈 過到一段時間 一兩年之間 到時宣布三千枚 或一千五枚 二千五百枚 你便知道 沒有人打了 大家不要鬥了 這就是現實 英國 英國 1918年 打完第一次世界彈戰 到現在 2023年 百宗的年 當年 幾威黃 全世界 他佔了27% 即是貿易 現在多少 現在排第十四 在他支持 中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全部都在上面 他跟著未來的十多年 會怎樣 又很現實 大家說外貿 export 新加坡 台灣 越南 印度 西班牙 瑞士 澳洲 全部都在那邊追得很貼 過多十多年 你會否從十四 到二十 這就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 大家看甚麼 就是美國 可不可以 將這個世界 將製造業 重新扯回美國 跟中國爭 一日之長短 我也說過幾次 汽車業是其中一件事 台積電 老實說 晶片封殺中國 有些幫助 但不是請很多人 但汽車業 就是真正製造業 最大的地方 到時 為何不是美國 運車去日本 而日本要運車入美國 這是真正重要的事 所以未來 我希望中美之間 大家各自精彩 盡量不要打 打上來 又是那句 Metral Assured Destruction 大家攬著死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不怕打 我可以打 我打必贏 那美國佬 計算一條數 不要鬥你 最多是封你 折你 搞你 搞你 大家又過三五十年 到時中國 全贏了 所以中美之間 今天不說 石油人民幣化 是對的 到有一日 美國佬實在知道 怎會不知道 全都知道數字 突然有一天 五個百分比 十個百分比 二十個百分比 沙地阿拉伯 中東石油 已經用人民幣結算 但會否為這樣 多一兩個百分比 打仗 如果不是 世界可以安全 所以大家要明白 在這些環境 其實是 滿星法大財 韜光養晦 比威威威威 比威威威 被盜 催定先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 不要走 記得按訂閱 之後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出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 好